想了解2024美国经济状况 首先可以锁定联准会理事华乐一月份的新谈话 内容强调美国经济持续良好 且通胀缓慢向政策目标下降 未来FED大可不必迅速降息 此外华乐还进一步大胆预测 美国经济有可能在2024年实现软着陆 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市场放缓 但失业率不会大幅上升 结果消息一出马上引发了社会大众 对FED的未来政策制定和对经济指标的关心 且观察一月份新出炉的经济指标 还可以发现更多端倪 首先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降至18.7万人 低于预期的20.5万 且直到1月7日指当周 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180.6万人 数字同样低于预期中的184.3万 其次是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回升到3.4% 高于市场预期的3.2% 且按月升0.3% 同样高于预期 换句话说一些美国民众至今 依然对通胀影响到高生活成本感到失望 这同时也显示出近年来美国政府推动的拜登经济学 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帮助 至于住宅市场部分 MBA副总裁兼副首席经济学家坎恩则公开表示 由于通胀数据仍有放缓 带动上周美债息向下 所有贷款类型的房贷利率都下降 有助于继续支持抵押贷款的申请案件增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只要美国通胀不会再次上扬 FED就有可能考虑会在2024年降息 这同时也呼应2023年12月曾经提到的 可能会有三次降息 值得注意的是 12月新屋动工率按月下降了4.3% 而营件许可则上升1.9% 由于新屋动工和营件许可数据 是评估房地产市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因此新屋动工数量下降 但营业许可量增加 整体依然可以视为房地产市场具备一定的韧性 可以持续等待触敌反弹 国际情势部分则要注意 受到乌尔战争 以哈军事冲突 以及美国现在笼罩在大规模冬季风暴中的多重影响 也让多数民众对于油价的稳定性 抱持着担忧态度 还好一项对全球石油需求的新预测 依然处于乐观态度 主要原因是 预估全球在冬季的汽油需求下降 仍可抵消掉美国国内部分链油厂关闭的影响 因此整体一销一掌之下 推测每家轮汽油价格 依然可以维持在3.09美元 且数字比起去年同期还少了29美分 不过最大的涨价风险依然没有消失 且一旦国际战争情势发生新变化 便会很快反映在美国国内油价上 值得一提的是 受到各地就业强劲 与多个州最低薪资上涨的双重影响 新出炉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则回升到78.8 数据并一举创下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这不只显示出实质薪资成长 可为人们提供继续消费的收入 同时也让更多人对通胀和家庭收入前景 抱持着乐观态度 且可反映在未来的消费支出上 整体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 反观美国企业的大环境 则是优喜参半的情况 全球大型连锁超市龙头沃尔玛宣布 大幅提高门市经理薪资 不只平均年薪上涨超过9% 有原本的11.7万美元 增加到12.8万美元 是10年来首次为分店经理涨薪 且将依照各分店的业绩与利润状况 来发年终奖金最高可达底薪两倍 然而包含搜寻引擎龙头 谷歌在内的48家高科技公司 却都在不到一个月内相继爆出集体裁员 共有超过7800人遭到解雇 换句话说 多数高科技企业现在仍然抱持着 获利比扩张更重要的态度 且直接反映在保守的雇用人力政策上 因此无法太快期待科技新贵的好日子 可以马上回来 总而言之 2024年的美国市场和经济前景 依然充满变数 不只需要持续关注国际情势 如何影响美国国内发展 且仍需要更全面的分析 各产业的趋势与风险 也就是说 谨慎乐观的政策调整 与稍微保守的投资规划 依然有助于在各方面 更好的应对不确定的经济风险 观众想了解更多 由保富银行提供 完善且安全的银行服务 欢迎查询保富银行中文官网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